- 齊龍豬公仔 - 齊龍豬公仔 - 齊龍豬公仔 - 歡迎來看 - 齊龍豬公仔開箱 今天這部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 - 非常多 齊龍豬公仔相關的資訊 公仔量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趕快按下訂閱的按鈕 這樣你才會錯過KAT叔叔 為你們製作的每一隻七龍豬公然相關的影片 好趕快來看一下 哇這個是七龍豬的官網 他們發布了 Dai Ma新評資訊 因為鳥三明工作室已經公佈了10月份 Dai Ma要開始來播啦 想當然而玩具廠商一定也要更新一波啦 這個我們就上來看一下 翻譯一下 不然日文我看不懂 翻譯一下 欸 水啦 方便 這個意思應該就是說 這一個網站網頁七龍豬官網 一次把所有七龍豬Dai Ma的新品資訊 介紹給一清二楚吧 嗯 新角色公開後 期待越來越高的七龍豬Dai Ma 當地時間 哦哦 OK 好 原來這個現在在San Diego現在正在展覽啦 意思就是說 San Diego的展覽已經爆雷了 我這官網就順便更新一下 一次性介紹變小的悟空們的公仔商品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S H F系列 蘇陸空迷你 北基達迷你 比克羅迷你 好 由此得知 Dai Ma裡面 大家變小之後 官方的取名就 命名叫迷你啦 S H F系列KDISU都沒有收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KDISU比較沒有在玩這種可動啦 我只有收一組那個步馬機車而已 好 繼續往下看 咦 卡牌 卡牌我也沒有收 有人有在玩卡牌的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講一下 利叔叔目前對卡牌完全沒有色略 好 往下看 這什麼東西 搖擺收場 總之這個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吊飾 你也可以當鑰匙圈 有迷你的悟空 迷你的達爾 迷你的比克 然後還有這個 應該就是這個 Dai Ma 大魔星的角色啦 好 繼續往下看 來了 一番賞 來了 四個人 他上面寫Mustleize Plus 不要以為這樣是一組喔 我先稍微查一下 這兩隻 迷你悟空跟迷你界王神 這是A賞 迷你達爾跟迷你比克是B賞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咦 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官網 就可以 推估一下 你看官網寫 A賞是角色A角色B B賞是角色C角色D C賞是角色E角色F 所以C賞也是兩個人 我們就可以知道 D賞一個人 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D賞 就是Dai Ma新的人物 然後E賞 這是之前已經公佈的 悟空跟達爾對戰 然後最後賞 神龍也是之前已經公佈的啦 這個就是一番賞的上位賞 那還有一個C賞還沒公佈 到時候我們再期待他更新新的資訊 可以數再盡快為大家分享 繼續戴面板的公仔 什麼意思 C賞主Dai Ma附有面 喔好 我可以理解了 應該就是說 它是公仔 然後會有附一個背板 可能是一個造景背板 但是它就是平面的一張塑料 或者是尺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兩個 悟空跟Begita 遊戲獎品 所以這個是景品 景品在日本就是遊戲機的獎品 所以這個應該就是景品 到時候台灣有沒有預購 我們再期待看看 目前是沒有任何的資訊 繼續往下看 欸 這個特別了 歐美限定 日本未發售 這兩隻叫做Dragon Star Goku Mini 跟Begita Mini 然後 如一棒 這可以伸縮 蠻妙的 這表示說萬代這個玩具廠 他們有發現說 歐美他們可能對於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是蠻有興趣的 所以他們會做一個這樣子的 歐美限定 日本未發售 真的蠻妙的 不曉得台灣買不買的到 SHF系列 悟空Mini是10月發售 Begita 11月發售 Begita 12月發售 然後卡牌是11月發售 喔這是那個鑰匙圈 鑰匙圈10月發售 然後 一棒Kuji 11月發售 喔11月發售喔 官網其實沒有明確講什麼時候 一般上官網是寫 發售日未定 但是七龍珠 官方竟然寫11月發售 我覺得 這樣子應該是八九不離十了 接下來 DAIMA Mini 喔這個是那個 富有備版的 12月發售 然後海外限定品 欸 1月才發售 明年1月才發售 好 以上DAIMA的部分就是這樣子啦 緊接著 8月份即將要上市的 8月17號 Dragon History 龍珠的歷史 其實這個之前已經有公佈了 那他最近是公佈了所有的小賞 可以說還是依序的跟大家複習一下 他叫Revival Moment 大概就是類似那種經典的場景 來勾起大家的回憶這種感覺 這個就是A賞 悟空對戰比克 這個場景是發生在天下一武道會 他們兩個對戰的樣子 15公分高 可見不算非常大 不過有一個底牌 好我們繼續看B賞 這個之前也看過 悟空戒王拳 刮殺悟空 對戰達爾 狠狠揍了一拳 然後C賞 哦吼 悟空咬了 弗莉莎的尾巴 這個發生在納美克星篇章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來 小賞 8月份的一番賞 我最有興趣的是小賞 你們看這個D賞 這個是一個很像小小的收納盒 整理盒 然後這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來看一下 哦吼 這個是杯墊 超可愛 有造型的杯墊 在修行的時候推石頭的那一幕 這個很讚 我蠻想要這個杯墊的 繼續往下看 E賞 這應該就是壓克力牌 我看一下 嗯 好 應該都是魔赫布斯伊篇章的畫面 沒有錯 全部都是魔赫布斯伊篇章的畫面 好 這是E賞 壓克力牌 全24種 F賞 哦 這是新的東西 哦 我看懂了 手機吊飾 這一片可以把它塞到你的手機殼裡面 然後就是這樣子掛著 哇 欸這很讚耶 七龍豬第一次出 這麼實用的小賞 對吧 七龍豬的小賞幾乎都是貨機 是在講那麼小啊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七龍豬第一次出這麼實用的小賞 欸這個不錯這個不錯 G賞 毛巾 我不想要看到他 剛剛滑過去 H賞 視覺版 OK 我不想看到他 然後最後賞 哦 小悟空跟布馬 這個是 悟空小時候 第一次看到海 他不曉得海水是鹹的 然後他吃了一口 然後才露出這個表情 然後說 好鹹哦 這樣子 這個 如果可能不熟的人 可以自己稍微去翻譯一下 以前的漫畫 或是動畫 這個就是 8月準備要上市的 七龍豬一番賞 8月17號上市 到時候 KT55一樣會做全開箱啦 接下來是 萬代七龍豬 預購景品 有幾款 天使物覺得蠻棒的 來看一下 12月份 預購景品 欸 這不是七龍豬的 幫我們看一下 100%的護益率啊 這是100%還是128 欸這我想收耶 這我會想收 好啦這個題外話 OK 來我們看一下第一隻 哦 達獵斯啊 這個應該就是 Gmaterial特效件系列 相當的帥 不錯不錯不錯 然後還有 哦 看到了 這個是之前 MSP有出的那個動作 Puiza 這個是出陣系列啦 你看 出陣系列也把之前MSP 經典的動作拿來出了 雖然說這個圖裝看起來就是 乾淨如俠 哎呀我眼睛一眼當中 這個一定很多人會想收 我覺得一定很多人想收 然後 就是這個 就是他啦 這個賽亞人之血啊 這隻九世布羅利 看起來 長的這個面相看起來好像得罪了醫美診所 哎 嘿嘿嘿嘿 哇 我覺得這隻有點慘耶 這個 可以說之前已經說過了嘛 我在買賽亞人之血 我就是狗嘛 嘿呀 這隻我是絕對不會買 嘿呀 我不會買 不然我買了就往那邊旺旺旺了 嘿嘿 這真的很奇怪耶 比例真的超級奇怪的 還是有人可以說服我 買這一隻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 看有沒有人可以說服我 有人可以說服我的話 我真的就買了開箱 目前我真的是 完全沒有動力 好啦 好啦 就是這樣子 12月是這三隻啊 G-Material的達獵斯 出陣的完全體 Visa 經典的型態 MSP有一模一樣的動作 然後還有剛剛這個 Kitty叔叔說 笑稱 得罪醫美診所的 布羅利 哈哈 12月的預購金品就這三隻啊 七龍珠的就這三隻 然後額外 這一隻 護育率 Kitty叔叔會買 喔 這隻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以上 就是這一些 七龍珠公仔相關的資訊 滿期待的 到了年底了 然後整個資訊轟炸 一直來 一直來 無論如何 有什麼新的消息 Kitty叔叔都會在做影片來跟大家分享啦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按讚訂閱 然後分享你 順便說到喜歡七龍珠的朋友們 讓我們找一個專門在做七龍珠公仔相關的影片 就要叫做Kitty叔叔 購買開箱系的 謝謝 有歡迎大家 加入Kitty叔叔的頻道會員 來支持Kitty叔叔 再按按住Kitty叔叔 繼續製作更多七龍珠公仔相關的影片啦 或者 你可以使用影片下方 超級感謝各位的給Kitty叔叔 一時新的贊助 Kitty叔叔的超級新的 好 以上今天的分享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好 Holy America ac ан i i